筛选部分的话,我们之前是利用筛选功能 这边有个资料里面的筛选 那其实将来分割工作表 你要把资料分割开来的话 除了在Essail里面有筛选功能之外 其实我在云端上也有放一个补充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不用筛选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用什么 我先把这些先删除,删掉 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在那个,蛮好用的 插入里面有一个枢纽分析表 其实如果你要分割资料的话 除了用筛选功能之外 其实分割,那个用枢纽分析表来分割 导演还蛮方便的 只是说呢,枢纽分析表要怎么样再变成VBA 有没有,你把它自动化 那这个地方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有没有,然后最后可以做出我们要的介绍 那我再来讲一下 你可能未来如果说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想想看 每天你要做枢纽分析表之后 那怎么样再去分割资料 我给各位秀一下 第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他第一个按下插入枢纽分析表 他会问你的范围 这个方法就是帮你选一下按确定 那他会自动帮我在前面增加一个空白的那个工作表 OK,不过他蛮奇怪的 他都放前面 我们习惯的是放后面 不过没关系,反正就放 那再来如果要针对什么业务人员做筛选 比如业期好了 那第一个我可以把业务人员,业务的名字放在列 有没有,列的这个条件,列标签部分 他就显示哪一个,总共有六个人 那他的业绩一个是多少的话 你可以按照总价帮我做加总 所以总价直接拖拉到值 那你拖拉到值 如果他是数字,他会帮你加总 但如果不是数字,他会帮你算几个 OK,这个是他的那个 他的数据分析表 这个使用的一个规则 OK,如果你这边拖拉过来 他如果是数字,他就帮我加总 有没有,全部帮你按照哪个 按照每个人的类别,帮你做加总 有没有,有点像是先帮我group起来 group有没有,把所有的小咪通通group起来 然后再帮我把他的金额 全部通通都帮我加总起来 OK,所有公司的业绩 最后也许你可以再加上千分位符号 这样看起来比较棒 把那个小事件去掉一下 去掉一下,这样的话可以马上看出 甚至你可以在这边做什么 甚至还可以再做一个排序 资料里面的话,你可以按照这边 你可以一到日或是一到日 谁的业绩高,马上看出 公司里面业绩最好就拆头 当然不过这个是全部资料 你可以按照哪一年,不同年份 当然趋势分析,每个人的业绩涨或点 不过这边当然我主要不是讲出了分析表 我主要是讲说,如果我今天要把 这个树纽分析表里面有一个蛮好的功能 有没有,这摇摇了 也就是说你在哪里呢? 在这个树纽分析表的 它的加总结果点两下的话 它就会帮你把那个人的所有资料都显示在一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未来你可以先产生一个树纽分析表 这个其实也可以把它录制下来 其实它可以变成VPA 如果你不会写也可以用录制聚集 OK,刚刚做动作 第二个的话你可以跑个回圈 回圈的话就I等于第二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这个游标放在这里之后 它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方法 你录制也会产生 就是叫show detail show detail就是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帮我显示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表 那我们之后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工作表rename一下 把这个名称点内改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所以这个的话我看一下 我这边好像有一个做好的 比如说我这边把它全部删掉 这个是原来的 那我就先产生一个树纽分析表 这个就OK了 这个其实是我刚刚录下来的动作 然后修 第二个动作的话就是在怎么样 可以把它做分割 那分割的话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分割没有命名的话 OK,是这样的 有没有,这边有工作表2到工作表7 那如果说我要让它重新命名 其实前面有讲过了 把它删掉 先产生树纽分析表 然后再来就是点这边加重新命名 有没有,这边从菜头一直到小张 就自动出现了 也就是其实如果你要分割资料 你可以还可以利用树纽分析表 可以做出来 那大概就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什么 先做出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再利用这边点两下 它有个short detail的方法 跑个回圈 就自动把这些全部做完了 这边删除 OK,然后 最后的话甚至你也可以把枢纽分析表里面可以按照业务 按下这个大概一样 就是用call的方法 把这个所有的业务人员全部做出来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什么 可以按照这个什么 产业别 也可以 其实道理差不多 细节部分 如果你对于那个枢纽分析表 产生结果的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考 我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单元05 里面的这个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程式码 刮虎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 我刚刚做的动作通通都在这里 那当然录制有一些修改重点 你录下来可能黄色的地方 你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修改的 还有要把它删除的 我有特别用那个删除线 因为你录下来有几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注意 它原来的名称 它是用那种 它的叙述方法是什么 问题5 它一个字串 像这种字串叙述 请记得要把它改成物件式的 有没有 问题 有没有,双引号 问题05 有没有 然后 惊叹号 然后底下是范围 你要改成物件式的就是序词 有没有 序词 序词指的是VBA里面拿一个工作表物件 其实就是改成问题 刮乎问题 这个方法就是其实它这个方法是在以色尔里面公式的显示方法 然后如果你固定的话,你写这样,将来可能你在跑程式会有问题,所以通常会改这边 然后版本的部分的话,我选这个可能要改一下,因为如果你在同一个版本OK 可是我之前刚好试到,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在2016 结果我跑到2010里面跑,发现不能Run,为什么? 因为它的Version是14 那14的话呢,可能我现在Run的版本不是14 那怎么办,就挂掉了 所以干脆怎么样,我后来把这个条件,Version拿个版本把它删掉,那就OK了 所以改的地方我大概会把它mark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再把它Run一下 其他的话,就是分割工作表的话,其实主要是用这一行 叫ShowDetails等于True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没有,点一下那个分割的话 实际上就是ShowDetails 那其实就是在哪一个呢? 在这个,这个叫B4 所以B4点一下,B5点一下,B6点一下 所以其实你最后可以跑个回圈 有没有,ShowDetails等于True 你就把这个4改成5,6,7,8 有没有,一直到看你要几个 那它基本上呢,就自动帮你做分 分割完之后再重新命名,其实就OK了